已知的实相 第三步 第一册 第81节 下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将包含一些原因 为什么其他个体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对物质的灵性操纵 不过今晚我不打算谈论它 我还将谈谈你的成就 在回程的路上你实际提高了车子效能的成就 虽然这基本上和鲁伯所达成的成就相同 但又有点不同 我还会解释 为什么鲁伯没有从灵性上战胜他的感冒 尽管他努力了 虽然我知道鲁伯整天都在咳嗽和打喷嚏 但上我们的课对他的嗓子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影响 或许上课还能让他的嗓子休息一下 我想继续这一节 但我已经多少给了鲁伯两周假期的许诺 而就我而言 他甚至还没有用到这个假期 我想我会让你们休息一下 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决定继续 祈祷在使个人通过使用他们的灵性能力来操纵物质上 一直极为成功 然而上帝的概念是真实的 也是不真实的 神话与象征往往比所谓硬事实更接近实相 因为所谓的硬事实常常是外在感官的扭曲 不过这些扭曲却是内在自己 在物质宇宙中得以存在的必要架构 那么再一次 即使是硬事实 也是既真实又不真实 所以一个开放的心智 或一个开放的灵 必定大到足以容纳 看似完全相反的信息的空间 同样 神话与象征 往往比所谓的硬事实 更接近实相 这是真的 但所谓的硬事实 看似与象征和神话相反 不一定是不真实的 因为它们可能是必要的扭曲 没有那些扭曲 内在自己就无法在物质宇宙中生存 我决定现在就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基督教神学中给出的上帝神话 被有志性的青少年看得太清楚了 新约圣经不可能是从旧约圣经 演变和改变而来的 即使是一位成熟的青少年 在他的精神与情绪架构里 也知道没有一个男性的神明 没有一个超能的个体 存在于某个一世独立的天堂 而且在那个天堂里 还亲自关心对人类 老鼠 蚊子和麻雀等等的 最私密的事物 首先 青少年正从父母双方的支配下 侧身而去 另一件事是 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太空时代 天堂是在火星还是金星上 在找到这个古老的天堂之前 人类要探索多少颗星星 对有志性的人来说 即使是耶稣受难的象征意义 也是令人厌恶的 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这样的受难并没有发生 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时间 在一个叫做基督的人身上 它也许没有发生 但是 因为人创造了这个神话 他出于自己的需要 创造了这个耶稣受难 这个耶稣受难 在历史上 并未有如神话中 所描述的那样发生 但他的实相 甚至比他在所谓的 应试时中 所发生的还要多 因此 有志性的成年人 现在知道了 不是吗 没有一个作为 像上帝一样的高级存在 存在于某个天堂里 拿地狱来恐吓 有罪的和不信他的人 出于各种理由 这个理念在逻辑上 是说不通的 你在情感上 从未相信过 鲁伯曾经相信 因此 这应试时 似乎是 没有上帝 似乎会有一个分离点 要么你相信神话 要么你相信 那仿佛式的应试时 没有宗教所宣扬的 所谓上帝与基督 天国和十字架 但却真的 有万能的造物 和为信仰 牺牲自我的救赎者 所谓的地狱 也只是一种传说 但他却可被 相信他的意识 真切地体验 与经历到 你就是那个 你口中的造物主 你的意念 构建出你的世界 并引领自己 去经历它们 当你诚心祈祷的时候 那确切地 给了你力量与帮助的 不是什么 遥不可及的神 而是你的信心 与必成的信念 同样的 你为自己 缔造出了 天堂与神明 天使与恶魔 这些故事角色 并把这些场景与角色 活生生地 在自己的潜意识里 激活 倒也不是说 没有天使或偏执的 不成熟的灵体 但他们确实 与宗教里贩卖的故事 和故事里的角色 相差甚远 如果有人跟你说 黑色的恶魔 背叛了造物主 隐忧亚当吃下了 辨识真相的 红色果实 他与造物主争斗 战败后 躲入地下岩浆的 永火中 千年不敢出来 你会怎么想 这个家伙 对所有智性的心智而言 硬事实里 必然没有上帝 神话坚持 有上帝存在 智性的人发现 自己陷入了 对于无智性的人 不存在的 两难境地 这只是巧合 事实是 神话比事实 更接近实相 神话代表了 人类的心灵 试图理解 他在物质层面的存在中 必须扭曲的事实 他必须扭曲这些事实 只是因为 在物质层面上的存在 需要用一种方式 来集中他的能力 而这种方式 不允许 更大范围的集中运作 这个焦点 我之前提到过 是由他选择的 以满足 这个存在的环境 话说 祈祷曾经使智性的人 能够聚焦他的通灵能力 因为西方文明中 被所有人认为 理所当然的应事实 是相信有这样一个上帝 所谓的应事实 已经改变 神话背后的真相 仍然存在 人类一直沉浸在 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 神的梦想中 只是这位神 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 拥有人类 自己所崇拜的 最高品质 上帝的神话 让他 人 能够赋予 他所谓的 更高直觉 以客观性 而上帝的概念 曾经代表 并仍然代表着 与内在自己的连接 就应事实而言 不存在 人类所设想的上帝 然而上帝曾经存在过 就像人类 现在所设想的那样 他现在是什么 并不是宗教认为的那样 然而他曾经 只是他们 现在所认为的那样 因为事实上 他确实在演化 而且没有完成 只是代表了 一个从一开始 就存在的最高意愿 他不是你们所说的人类 尽管他经历了人类的阶段 在这里 佛教的神话 最接近这个类似的实相 以你们的话来说 他不是一个个体 而是一个灵性完形 一个能量完形 如果你记得 我说过的 关于宇宙扩张的方式 那与空间无关 那么你也许会感知到 虽然很模糊 存在一个相互关联 意识不断扩张的 灵性金字塔 他同时和瞬间 创造了宇宙和个体 这是通过个人视角 持续时间 智性 灵性的理解 和永恒有效性的天赋 而被给予的 他才是你们的上帝概念 所暗示的 这个绝对的 永远在扩展中 瞬间的灵性完形 如果你比较喜欢的话 你可以称之为上帝 如今他的存在中 是如此安稳 以至于他可以 不断地自我分解 合并重建他自己 他的能量 是如此的难以置信 以至于他确实 形成了所有的宇宙 而且因为他的能量 就在所有宇宙 所有层面 和所有场域的 内部和背后 他确实知道 每只落下的麻雀 因为他是 每只落下的麻雀 这并不否定 人类的自由意志 这确实被曲解了 那至高的能量 确实以任何形式 为存在而奋斗 而正义 供你们参考 这是人类的一个说法 充其量 也仅是个短视的说法 你们俩最好 记住这一点 如果有造物主的话 那我们就是那造物主 因我们的集体意识 而凝聚出了一个 所谓的意识完形 上帝 是的 我们就是缔造出 上帝的造物主 上帝的父神 这个集体意识 构成与成就了 我们所在的 多维多元平行宇宙的矩阵 这矩阵内 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我意识的显化 大到整个宇宙 小到构成微尘的 意识能量威力 都是我们自己的 集体意识之集合 万物皆由我的一念化生 一念兮万物灭 当然这个我 不是绝色我或载具我 不是这个人格片段 但这个最基层的我 也是我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代表着一种可能性 在一个特定面向上的展开 没有了这个人格 我的自我群体意识 是不完整的 是无法达成 终极完形 无漏智慧意识形态的 我不打算占用你们太长时间 我也没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宗教 然而我在试着告诉你们真相 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资料 因为对他的理解 将使聪慧的人 能够利用曾经用于 祈祷的能量和能力 祈祷现在被回避了 如果没有人听 为什么还要祈祷呢 祈祷中包含着他自己的答案 如果没有白发慈祥的老父神来听 那么有的就是最初的 不断扩展的能量 他形成了一切 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灵性完形 在你们听来也许没有人味 但既然它的能量 形成你的人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更喜欢 把这个至高无上 绝对的灵性完形 称为上帝 那么你就不能 企图以物质的角度 把它客观化 因为它是你细胞的细胞核 比你的呼吸更亲密 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没有别的 它不是人类 如果你们以性别来考虑的话 它不是他 也不是他 这样的风格和命名 只是你们场域里的任意武断 它是由许多能量汇聚为一的 而且确实有一个无限的人格 但它是一个完形 所以确实没有开始或结束 因为我们说的是一种 与空间或时间无关的扩展 是你和你们的同类 甚至未曾梦想过的 一种维度演化 正如一个理念的扩展 改变了世界 但不占用空间 也不被你们的科学仪器发现 那终极而瞬间的绝对完形 如果你更愿意称其为上帝 也存在着 且扩展着 有的人会说 这样的概念代表了对现实的逃避 然而这些人只是一味地 跟随他们的外在感官 他们漠视并害怕内在实相 以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他们引以为傲的现实 之内在理念和梦想 承然 至少在短期内 无纪律 歇斯底里的飞入这些领域 可能是危险的 但有纪律 平衡 好奇和心智开放的追求 将导致自我实现 改善整个种族 且将成为释放天生的 被抑制的能量 以实现建设性目的的途径 我将在另一个时间 讨论耶稣受难的神话 及其真实的强烈元素 由于你 约瑟 似乎有点坐立不安 我将结束这节课 你们已经学到了很多 这份资料 会让很多人受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 赛斯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不管是唯物主义者 还是唯心主义者 都因为自身的偏执 错失了真相 我们单纯的外在感官与仪器 永远无法找到 可以验证成数据的意识 而那些由宗教故事 与神的代言人组成的社团 除了忽悠无知的民众 其实根本无法引领人们 找到自我内心中的真相 外企与外囚 或外寻与外政 都无法真的看到真理的真容 通过系统的灵修 在知见上 认知上 能量运用上 情绪管理上 达成训练有素 协调稳定 让自己充满好奇心 又心胸开阔地 追寻热忱和真理 这种自我意识 终将能走向自我完成 这类人 可以普遍增益整个族类 并且他将能释放出 内在被抵制的能量 使其成为 富有建设性的能量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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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